好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蛮难的 我个人觉得蛮难的 蛮难的一篇 论证起来非常的困难 而且我也其实不是很有把握可以谈得好 好 那我们 这你就看看我怎么谈这个问题 来吧 这是工业场里面的一篇 这一篇基本上还蛮常看到的 但我们可能简单的看过去而已 我比较想要去谈里面更深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很简单 孔子讲 时事之意 必有忠信如邱者焉 不如邱之好学也 孔子在这边把两个层次拉出来了 必有忠信如邱者焉 这个其实是什么 人格的修为 换句话说 孔子他的意思是说 人格修为这种东西 当然那是孔子 表示人格修为已经不差了 对不对 人格修为已经不差了 可是孔子说 像我这样子的人格修为 其实不难找到 时事之意 就是他并不算很难 你只要随便找一下 他就有 换句话说 对孔子而言 生命的层次 或者生命的德性到一个程度 如果 如果 只是简单的从个人的 非知识的方面着索 孔子说那不难 很多人会跟我一样 因为就是对比 不如邱之好学也 你去看很多传统的解释会说 有什么孔子很强调读书啦 孔子认为读书很重要 要谦虚啦 我不相信这一套 孔子在做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 同样 人格的成长 人格的成长 对孔子而言 人格生命的成长 德性的成长 人啊 人啊 忠孝那种 生命中的德性的成长 对孔子而言 读书是一种 可以让人格成长的方法跟手段 但它不是唯一的手段 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段 必有忠信如邱者曰 这个不能否认 其实有时候书读越多了 人格越差了 这我们看了很多 那很多人不读书啊 乡下的阿公阿嬷不读书 人格反而美 人格反而漂亮 换句话说 孔子在这边界定很清楚 人格的成长方法很多种 大致的分类 一个就是不读书而带来的人格系统 有可能啊 你可能是艺术家 假设你是不读书的艺术家 没关系 音乐家 或者你看我们在道家里面 道家就很重视修为 道家是否定知识的 所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说上禅宗 禅宗有时候 就是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打坐 对 不要用头脑思维 生命人格的成长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学术的态势 或者所谓人格成长方法论 如何人格成长得好 它在方法论的态势上我们可以看出两种类别 一种是强调实修修行把知识系统扁低的一种谈法 没有错哦 我不会说那叫错 的确 人格的成长不一定要靠知识 人格的成长可以有知识以外的各种方法 这些方法都不差 像老子教授他那种方法很好 对 儒家里面也有啊 其实你若是信教的话 你若有信基督教的话 真的 像不像上帝跟读不读书有什么屁关系 没有啊 信则信不信则不信嘛 对上帝的信仰生才是生命内在的东西 那跟读书无关 某个角度问就本质上是跟读书无关 就本质上 的确这样子 人格的成长本质上是跟读书无关 这个我必须肯定的啊 所以像道家啊 禅宗啊 还有像佛家很多东西 他不强调知识系统 他更强调是生命的直接的修行 跟人格成长 跟生命 止于至善的关系 那是对的 重点是孔子来了啊 孔子这个已经讲得清楚了 同样是人格成长 我的人格成长到这边了 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可是我这种人格成长 跟你们人格成长比起啊 如果我有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边 好学 这很重要哦 孔子没有否定知识系统 跟人格成长的关系 甚至孔子是道过来强调 我必须讲 这是儒家 之所以是儒家 儒家跟道家不一样 儒家跟佛学不一样 不是说他们追求 止于至善的标的不同 都是一样的 而是方法上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啦 方法上 这个方法是孔子非常强调 人世间的文化教育的媒介 包括知识系统 好学 好学的学 不是我们现在什么物理 化学那种知识系统 不是 而是属于人世间 你看孔子讲 比如说六亿啊 对不对 射箭也是啊 读书也是 春秋也是嘛 吴不容老龙老朴 换句话说 是知识系统 知识系统 任何知识系统 孔子都觉得 我透过对知识系统的 知识系统 我透过对特定的知识系统 特定的知识内容 我去专研 我去理解 我去读书 我去识辨 孔子说 这个东西跟生命成长有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是更好的关系 所以孔子这边讲嘛 不如秋之好学嘛 这边我跟你都一样啊 但我家的这个 这个跟你们比起来 他可以让生命在变化上更不一样 更精致更好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的啦 或者说他可以更 有有有 在作用上 方法上 速度上 反正不管怎么讲 他是更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这个地方呢 谈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分 人格的成长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跟读书无关的方法 一种是跟知识系统 理解知识系统 了解知识系统 有关的方法 孔子说这个方法很好 不错 但这个方法更好 这个在孔子心目中不是那么好 这里 儒家跟道家 儒家跟佛学 儒家跟很多其他 不以知识为核心的那种家 产生了很重要的对比 换句话说 人格生命的成长 对儒家而言 一定是跟知识系统有关系 他承认知识系统 他渴望知识系统 他鼓励你追求知识系统 换句话说 用现在的术语来讲 孔子威说 好好算微积分 微积分算久了 你的人格会比较漂亮 有时候你扪心自问 想一想 真的呢 喜欢读书的人 喜欢算数学的人 有时候就比有种好神的人 在某种感觉上 比较漂亮 比较美 这个不是个量化百分之一百的问题 但我们现实生活中 喜欢读书的人眼睛比较亮 当然他把眼睛比较亮 你威非骤改 那我也没办法 但真的啊 你看两个人站在一起 有读书跟没读书比起来 有读书的人眼睛真的比较亮 不管 读书这个事情是跟修行有关 读书这个事情是跟生命的成长 跟变化有关 孔子首先肯定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学派是否定的啊 孔子肯定他 甚至觉得很重要 这是一个首先我们要肯定的 这是儒家之随儒家 换句话说 你背英文单字 你算数学 你算物理 同学 那不只是对外追求一个知识系统而已 绝对不是这样子 你在读的过程中 蕴含了你整个生命人格的变化 这是我上课很喜欢教学说他读书 读书不是说 都读几篇小说 你很嚣张的 教女朋友的时候 可以佩佩女朋友 我都读了几篇小说 我怎么样 好像我有很多 什么什么 画很多知识的什么 化妆品好像我很拽 都不是 真正读书的过程 生命就会产生变化 很多同学有这种经验 尤其是愿意跟我一路读书读过来 真的啊 读多了就会变化 换句话说 生命德性的成长 一定要跟知识扣上关系 这是孔子讲的 再过来是 有没有理论可以证明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有更不一样的理论 有没有人谈过这个问题 有 我们对读书的思考 你去对一个知识系统思考 其实是某种特定的内观 内部的自我观照 虽然是依靠着知识系统 但你是依靠着知识系统 进行内部自我的观照 我现在是从比较后来的实践学 跟修行学来谈这个问题 你看看佛家 你看看道家 任何谈宗教的人 是不是很强调内观 尤其是小圣的 尤其是南传的派北 佛教南传的派 内观啊 打坐在那边 白骨观什么观 慈爱观什么观 非常强调内观 在整个生命修行上 所产生的可能性 当然这个是宗教的 那个内观可能比较是一个 直接的 墙内的 更完整的 儒家未必再强调了这么 在解脱跟处理上 那么的严谨 但这两个是一样的啊 读书是内观 同学 读书绝对不只是知识系统的 获取而已 在获取的过程中 必然产生内观 你思考知识 跟你在街上看一个穿 我是男生了 对不起 看一个美女 是不一样的 看美女是对外投射的 看知识是对内投射 虽然是知识系统是在内部 他也是对内投射 读书是内观的一种方式 虽然跟这方面比起来 不是最棒的内观方式 但它终究是一个内观的方式 所以啊 读书是跟人格生命成长变化 有关的媒介于方式 孔子这个做的多了啊 所以他说跟你们比起来 我因为有读书 所以我在生命的变化跟改造上 真的跟你们有一点不一样 在这一个地方 不如秋之好学也 从来不是那么解释 孔子谦虚的语言 说我怎么样的 不要谦虚的 爱读一点书 不是 孔子对我为人孔子 已经指出一个方向 读书这一个东西 跟生命成长变化的一个理论上 经验现象指上的必然关系 只是孔子没有办法 像我们后代这样子 有一个更好的理论 去把它解释出来罢了 好 我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